阿羅哈各位 這是個傷心的暑假開端 是的,遭遇長榮罷工期間 但本工作幾個月前就安排好了 受福岡新開幕的山景花園邀請 共襄盛舉開幕赤柱以及福岡景點參訪 結果彎腰腰長榮罷工了 正新聞上報的差不多 機場人潮比平常還多 長榮地勤電話接不完 And現場幫忙轉切不停切 記者朋友們啊,攝影大哥等於一步都沒離開哦 這次工作本來要訂ANA全日空的班機爽飛一波 結果無奈此來回航班皆為全日空、泰國航空、紐西蘭航空 以及長榮的共用班機 所以不管你怎麼訂啊 最後都只會搭到長榮的意思 註定逃不了罷工啦 本來有點失望、害怕、擔憂、惆悵 結果罷工期間不但來回兩趟都沒被取消 還給人家搭到哭泣的專機啦 吼,感動已哭捏 但其實日雙贊助商都已經幫我訂好預備航班了 去城加訂樂陶航空、回城加訂中華航空 好禮家在最後都沒用到,所以可以申請退票 但還是要虧一些手續費啦 雖然不是我的錯,但還是對日方感到很抱歉啊 而且我的前後長榮航班都被取消了 唯獨我的來回航班一個穩如泰山、不動如山 謝謝長榮沒讓我背這個大黑鍋 不然這趟工作真的會很慘烈 全部行程都要改 邀請我去的山景花園應該會哭成類人兒 好啦,聊點正經事 台北福剛來回的BR幾空哦 以及幾空欄 皆是使用Airbus A383Saba 但本機型作為彩繪機的皆是舊機型配置 也就是回城的吉康哦 座位分配則為242哦 但說真的 舊機艙配置除了螢幕系統比較老舊之外 所以起來跟新的沒啥差別啊 等等後面也會有回城班機的介紹哦 至於去城的吉康拉則是新艙配置的A333 外觀統一採用長榮航空塗裝 作為配置去城的吉康拉經濟及耗金艙都是343至 商務艙則為121 實際飛行距離910公里 平均飛行時間為2個半小時 對了 常常有觀眾詢問我去台北桃園機場的交通方式 出國工作常常贊助商為了要早點到早點開工 就會訂這種七早八早的飛機 例如今天的長榮BR幾空欄就是早上8點10分起飛 夭壽 等於我最晚早上6點半要到機場 以我家在士林區來說 搭乘機捷去淘機最少要抓1小時半 靠要早上5點我去哪裡搭捷運哦 所以早上9點以前的班機基本上我都不可能搭捷運哦 阿文哥再來說啦 普通的客人車如果是送你去經濟 差不多也要代表清理左右 獨立你有比較少的問獎才會給你撒鼻子啦 你若是愛心情的就可以考慮那種有共存服務的有沒有 比較少就是你一個人坐車啦 若是比較少的 你可能還要跟我們家去坐那兩站的人客啦 那坐車的時間你最沒有也要坐 2點半小時跟2點真的算安全 比較遠的我又聽過台北市的 吃沙子去吃那些八市的啦 曼哥啊我的班機已經很早了 還要提早2小時出發真的太累了 所以最近出國工作搭這種一大早的飛機 我會選擇CP值最高的機場快線轎車 時間倒轉回到今天清晨出發前 機場快線到府接送服務周到 司機每次都會貼心幫我提行李 不怕天氣或搬機延誤接不加收費用 司機評分不會顯示評分者 評分不滿意的司機不會再安排服務你哦 手機直接下載APP轎車 iOS直接手機辦網頁操作也很方便 起飛前3小時隨時預約 快速開車超EASY 前8小時取消預約 僅需聯繫客戶處理免手續費 服務含保險及開離發票100%有保障 車輛皆為5年內合法租領新車 擁有整潔的空間 跟其他交通方式相比 價格合理CP高 特定地區還有優惠哦 好的機場快線分享完畢 這是我近期最推薦的機場接送 以我士林區來說 40分鐘以內到淘機 費用W落在台幣700多左右 價格合理CP高推薦給你們 YOYOYO APP下載以及網頁版連結都在說明區 以及置頂留言露驚咪 OK 相隔一年多之後 終於又要再度吃到 令人期待的長榮餐點了 哦對了 罷工細節討論啊 桃園機場罷工現象 以及前往日本參加 福岡山景花園開幕式工作的影響 已經在昨天發布的Vlog裡了 就不在這裡多多討論了 這次長榮去城的航班不是彩繪專機 但機場用品全是酷氣兒系列 看看商務艙這巨大版的酷氣兒枕頭 哦崩潰一個 因為來回航班都在長榮空服罷工期間 座艙長已經先廣播了 機場服務模式更改 首先這兩趟都不提供免稅商品販賣服務 餐點也不提供口味選擇 嗯其實可以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全然大丈夫です 沒事 照例先慢慢看固定頭部的靠枕好不好哦 嗯這個可以哦 再來往下移動 看到座位都附上小版的酷氣兒枕頭 跟糖果色的耳機 枕頭這邊定格一下哦 跟您介紹一下酷氣兒與他的好朋友們 中間是酷氣兒本額 日文本名 BATO-BATZIMARU 左邊是他的好朋友 花完傘 GUTO-HANA-MARU 右邊則是熊貓妹 PANDA-PA 枕頭背面則是長榮 以及日本三立歐和酷氣兒的字樣 我想偷的是枕頭套啊 枕頭我沒關係的 真的太犯規了嘛 再來看看超可愛的耳機 不好意思也是雙孔的 所以就算你帶回家也用不太到哦 除非你平常會用對講機跟朋友溝通 以上飛機後就是三立歐的座位大咖 在螢幕上迎接你 不是三立歐粉的我都有點抵擋不住 如果是小朋友看到應該就直接精神尖叫了吧 螢幕下面閃燃光的是耳機孔還有USB插孔 哦對了 拿台灣護照的旅客雖然入境日本免簽證 但是入境卡跟申報表還是要填哦 海關那邊分兩次收 有的海關比較嚴苛一點 沒寫好還要重排 寫好之後看到空服在詢問有無需要棉被 我立刻舉手啊 我貪心乘客什麼都要 長榮灰白被被外泊內厚上面印有長榮字樣 上一支一年多前的長榮長圖影片 因為中間整排只有我一個乘客 所以包辦四條棉被完全不怕冷 這次是短程加上空間又能力不足 我就沒多要一條棉被 結果只蓋一條果然有點冷 好不說棉被了 有螢幕的飛機通常就不會有空服真人示範緊急狀況虛之了 只能說長榮的安全影片現代感實在強烈 雖然混混欲睡的我注意力還是無法集中觀看 不好意思最近比較麻 搭飛機的前晚也只睡了三個小時 電影部分我也沒打算看 加上我眼睛當時已經快要閉上了 只能一時一時刷刷長榮芯片給各位聞香了 我rap一下比較有印象的熱門大片哦 驚奇隊長迅農高手3 以悲傷跟悲傷的故事夜溫外傳賬天賜 一個巨星的誕生冰原律小鏡 不可能的任務鬼影行動苦而流浪鏡 特種部隊風火烈戰 好的空有才華卻抓不到tempo的我都是白搭 反正今天就是從台北桃園國際機場TPE 飛到日本福岡機場FUK看到的啊 大阪跟鹿兒島都在旁邊 廢話不多說我補個免線 要開飯的再叫我 OK沒關係 長榮香綠你我是知道的 剛入睡15分鐘就被便當位喚醒了 果不其然看到空姐推著餐車來送餐了 雖然正值罷工期間空姐人力不足 看著空服用力並快速的服務 每位乘客還是很感動 也沒有任何人抱怨機上服務縮水的問題 只有聽到年輕妹妹還是想買免稅 但被空姐拒絕有點失望而已 看來空姐放到我這還要一點時間 先來看看酷氣兒端機椅子前方的東西吧 首先是B777的安全須知 乖寶寶要仔細閱讀哦 再來是酷氣兒BATOBATMARU的嘔吐帶 說真的有人捨得吐嗎 再來是免稅雜誌 跳過一般免稅品我想看長榮的獨家商品 我早早哦 啊長榮空服小熊 本人覺得很刻意 我對航空娃娃沒什麼抵抗力 就像上次虎航的苦肉肉桑一樣 下面還有長榮胖飛機的夜燈跟孩童背包 OK直接崩潰 要不是我目前西下午子我一定立刻買起來 再來是機上用品 經濟艙跟豪金艙的貝貝 不過跟機上實際用到的長得不一樣就是了 還有販賣長榮圍裙哦 OK這一頁我都還好 飛機模型部分就留給模型控 我比較屬於航空吉祥物娃娃控 順道一提我也是個吉拉控哦 GO VILLA GO VILLA OK有點失控我們不要理題 嗯嗯 空姐朝我走來 差不多要送餐了 我看起來很冷靜 但我內心非常之雞昂 虧為一年吃到長榮機上餐的興奮 GO VILLA 終於拿到了本次餐食大約長這樣 我還沒稍作整理 不過它盤子也是巴豆巴茲丸的哦 好可愛哦 首先登場的是100%純果汁 內含3顆柳橙我覺得很好 再來是炒梅口味優格 沒有過期我也覺得很好 另外一樣有水果盤跟喝杯水 主餐開箱中 起脖子很燙啊 嗆嗆香菇雞肉飯 應該是吧 因為人力短缺所以沒發菜 但菜名我也不是很確定 反正長榮的餐我真心不害怕不恐懼不擔憂 長榮就算沒讓你好吃到尖叫 也至少不會讓你想抗議很難吃的 至於衛生紙餐具 牙線棒還有獅子巾的部分 大家就請自由尖叫吧 我居然忘記把餐具打包回家 我只記得帶牙線棒 補充一點餐盒很貼心 下面有個防燙手的托盤哦 盡量拿著吃吧孩子們 香菇雞看得出來很好吃吧 我不誇張的吃完哦 吃完感想 燙口下飯很美味 哦對了 吃著吃著我突然想到 雖然對胃口有點影響 大家記得長榮之前飛飛揚揚的擦屁股事件嗎 台灣新聞就是這樣 熱潮過了就比較少繼續追蹤後續 不過網路上是有相關新聞的 當時長榮正在處理 是否未來有可能申請拒載該位胖老外時 茂斯卡在美國一些 不得拒載無法治理之乘客的相關問題 沒多久後就得知該位老外乘客 一再今年3月過世 原本該位老外還要打5月的長榮回國 但因為人已經走了 也就沒有該不該拒載該位乘客的問題了 總之這是長榮擦屁股事件的後續結局 突然想到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不知道你們還吃不吃的下優格 呵呵 草莓優格滿分哦 非常好吃 融獲五顆星 雖然我本來就是優格人 有酸有甜都有80分 不過撇開這次罷工資方跟勞方的糾紛不說 長榮真的是一件令人驕傲的國籍航空 從小到大搭長榮的經驗永遠都是假上上 PS 長榮的哭泣而是紙巾超大超厚 我給優等 哦不過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搭長榮短程 就不確定是短程原本就沒有咖啡茶的服務 還是因為罷工人手不足的關係 所以沒有提供了 總之這次沒有茶跟咖啡 我哭哭去 繼續補眠之後咻一個我們就到福岡哦 我是最後一個下飛機的 剛好可以看到清潔大隊準備進攻的moment 大家加油 辛苦了 接下來我們直接跳到回程那天 機場相對沒有台北桃園機場擁擠了 很幸運的回程也沒被取消 阿彌陀佛 回程的機票配合彩繪機也有3DO系列明星哦 大到彩繪機非常之興奮 但也知道裡面設備其實是比較舊的 外加枕頭那些也沒有哭泣額哦 經濟艙的椅子就跟去塵的明顯不同了對吧 找到位置坐下後 枕頭是原版長龍枕頭 耳機則端去塵的一樣哦 螢幕是舊型的 下面照慣例有個老式遙控器 背面有鍵盤設計 右下角有個USB插孔提供充電 好的 拍餐時間到了 由於正直罷工敏感期間 本畫面好像把空姐的臉拍的太清楚了 因此畫面後製模糊化謝謝各位的體諒 我的餐又來了哦 回程的部分一樣不提供餐點選擇 以及免稅品販賣的服務 果汁一樣是100%原汁 內含兩顆蘋果 白灰兩湯的麵包都是風味麵包 所以沒有另外提供奶油 沙拉則是雞肉芹菜馬鈴薯 可是雞肉實在太乾了 原諒我實在無法吃完這道 點心則是葡萄乾戚風蛋糕 味道的部分 嗯...說不上很滿意 我給68分 回程一樣沒有咖啡茶哦 主餐 紅醬螺旋麵恭喜獲得高分 網友總說是因為我不挑食 所以幾乎每次的飛機餐都滿意 我的確不挑食 就算飛機餐沒到好吃 但只要能入口 我也不會用難吃去形容 但你可以去看看 之前某澳差航空的體驗影片 雖然那也不是難不難吃的問題 總之給您參考用 非澳門的話 首推長榮 想省錢 絕對推虎航 以上 順便想請問你們一下 那個在冒煙的是火山嗎 我真的看了很久還是很疑惑 那個到底是何物 Anyway 回程從桃園機場回到士林區的家 一樣是搭乘機場快線哦 那天早上就得知台北天氣很差下大雨 我實在也無法搭捷運再走回家 在日本就先預定好了回程的街機 再推一波機場快線的司機真的太友善了 服務周到之外 在車上也不會一直跟乘客多聊 身為很不愛聊天的乘客我本人 非常推薦機場快線 那我們下次機箱再見哦 掰掰